外婆 舅舅舅妈呢 你舅妈呀现在忙得很 动不动就不回来吃饭了 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你舅啊一个人在看店 忙得是四脚朝天 这不 晚上说又不回来吃饭了 是不是我舅妈 还在气我辞职的事啊 让她气去 你是个大活人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再说了 我听说那个咖啡厅 才发给你两千块钱 对家里人哪还这么扣吗 外婆 我哥哥来了 哥哥 你以后能不能不玩失踪了 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 我不是玩失踪 我手机没电了 真没电了 行了 你只要回来我们就放心了 赶紧进屋吧 饭都做好了 好不好 是 我都饿了 吃饭吗 外婆 好好好 健康健康 生理健康 健康健康 健康健康 健康健康健康 健康健康健康那么快 幸好 拜拜 爸爸 你先说我先说 来呀 来 来 咕噜咕噜唇 咕噜咕噜叉 咕噜咕噜叉 咕噜咕噜一个变成三 来吧 爸爸 我祝你身体健康 心宽体盘 我祝你心想事成 比翼双飞 好 不行 沙叔叔 比翼双飞是形容夫妻俩的 你瞧瞧啊 她们这妇女两个 真有意思 这丫头啊 说话像蹦斗是吧 外婆 你不知道 我爸爸那绝对是人才 多才多艺的 平时我们在家喝酒的时候啊 我爸爸只要端起酒杯来 就唱蒙古歌 唱得可好听了 爸爸 爸爸 你别不好意思的 你来一首啊 你来 唱一个 喝着酒唱一个 唱一首 来一个 唱一首 爸爸 那你给我起 起 起 起个头 行行行 我爸不好意思 你唱一个 酒喝肝 在枕满 今夜不醉不化 好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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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一个 喝一个 四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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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真的对不起 啥丫头 跟你哥说什么对不起 是我让大家一起瞒着你的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你是怕我受刺激 再跟上次一样 离家出走 对吧 放心吧 你太小瞧我了 你真的不生我气 我保证不生气 我永远都不会跟 世界上最亲的 唯一的好妹妹 田晓娜生气 那我就放心了 对了 今天我在疗养院 碰见陆远山了 她在跟沙叔叔吵架 说不会放弃认回我们 她说不放弃有什么用 我们已经放弃她了 妈 别开车 那两个孩子呢 外头聊天呢 他们两个可亲了 沙佗呀 我这有生之年呢 能看到美娜这一对儿儿女 我就说死了 也没有遗憾了 妈 您别这么说 每当看到这两个孩子 就好像看到当年的 美娜和浩鹏 妈 您要是喜欢哪 我让小娜和紫诚 让他们天天来 陪你 那怎么行啊 现在的年轻人忙着呢 他们有他们的生活 偶尔到家里来吃顿饭 看看我 我就心满意足了 当年 咱妈妈真了不起 在那种情况下 还是选择要了我们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妈妈身边有咱爸 姚阿姨以前说过 说陆月山走的时候 妈妈曾经想寻过短见 结果是爸爸救了她 哥哥 你要记住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要站到陆月山那边 我不希望爸爸伤心 我明白 你说 如果当年我要没被抱走 跟你还有沙叔叔 咱们一起生活在大草原 那该多好啊 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 你看啊 你是我哥哥 可你管我爸爸叫沙叔叔 干脆你管我爸爸也叫爸爸得了 不好吧 我觉得 我叫不出口 这有什么叫不出口的呀 我不会吃醋的 快 爸爸 别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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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对 我们在一起呢 你就放心吧 陆文静 哥哥 你跟他是怎么打算的呀 我先表明态度 我觉得你们挺适合在一起的 我支持 我不知道 文静以前为了你 您家里人断绝关系 如果现在他又要离开家 你会接受他吗 我觉得 让一个女孩子为我跟家里闹翻 这对他太不公平了 算了 别聊他了 今天咱们高兴 走 咱们找外婆聊天去 走吧 我已经给你预交了一个月的房费 你就在这里 踏踏实实地住下吧 让你妈也别担心 另外我给你卡里户里比钱 这钱是 是陆总出的钱 他还说什么了 他说让你安心先住下 反正你回家就吵架 还不如大家都分开冷静一下 这样他也放心 另外 他说母女之间没有隔夜潮 有什么事情呢慢慢解决 不要再拿自己当人质去要挟了 替我谢谢他 好了 早点休息吧 我先走了